台南市博物館和地方文化館的成績 替代宜蘭參與夏州和長照公約合佈實施 台南市安兵故宮所所為安兵四百年 藏民文化為主題結合宜蘭全中在今年台南四百系列華東中 提供安兵在地視角 預規安兵作為台南最古老的成績 性外流變 本署典蘭在安兵鄉托文化館 從13年1月19日起到7月31日出 歡迎大家前方參觀安兵魅力風華 安兵副長蕭泰華表時 今年是我們台南四百也是我們安兵四百 那為了要配合我們文化部還有台南市政府文化局 我們地方博物館跟鄉土文化館的一個提升 那我們也結合我們整個替代役來辦理這樣一個設造活動 那我們今年的主題是論安兵水運四百 就是把我們整個安兵的一個地景人文歷史文化 包括我們以網船劍師漁業跟運河 來作為跟我們整個生活相結合 做這樣一個長明的一個特展 那感謝我們整個三位替代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在很短的時間內 藉由他們自己各個方面的一個專業 把我們這個展覽能夠規劃起來 也謝謝他們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主題非常的一個豐富 包括我們整個安平的一個歷史文化 包括整個一個生活都相結合 那希望說大家能夠多多來觀賞 更瞭解我們整個安平的一個歷史文化 謝謝 安平古國所在幾年一百十二年八月 晉雄三位下早替代役 雲雄義蘭土木建築和設計相關專業 提供安平各項文化社區應做活動協力提供 並選擇安平鄉土文化館 作為該座和發想基地 配合台南四八系列華東 以安平參與歷史為靈鑑幾月全地電源 揮用安平文化 安平服務消貸法基礎 公司提供北台和德文典約 讓安平下座替代役蘭 會為所長 讓這三位各國專載和熱情的役蘭 在安平代代所謂的基礎 朝風安平各國各路 新峰 新峰安平歷史的末路 搭著出屬於安平四百的特色店 斷了大家認識安平文化的亮點 就近老年和少年世代間的認識和交流 以上是大巴門新聞萬報道